看过台湾的网球一哥卢彦逊之后 接着让我们来关心的是网球精灵张凯真 他也利用回国的控党要来拍摄他的代言广告 对 其实很多人应该都有发现 就是张凯真在这一两年来的表现 好像有点走下坡 表现没有那么的理想 然后自己也表示说其实是有一点压力 不过他现在已经从压力里面走出来了 希望未来能够越来越好 网球精灵张凯真过去两年在国际赛事加金平全 让他的世界排名一度晋升到百名之内 不过今年赛季似乎陷入了低潮 始终无法打出应有的实力来 张凯真坦诚 上半年的状况没有调整得很好 而最终的原因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 前年成绩太好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可能那时候大家对我的期望很高 因为可能刚刚一出来 然后大家觉得说 哇 一下就跳到80 那大家觉得说 接下来的成绩一定都会更好 可能大家都期待我爬上前50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用大家对我的期待 变成给我自己造成说 我也给自己期待 那没有想过说 在这期待落空之后 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从来没有想过那后果 所以自己把事情想得太完美了 所以可能会造成自己太钻牛角尖 很多事情都反而做得不够好 上半期成绩不理想 已经带上张凯真的世界排名跌到了145名 今年的温布顿得从资格赛打起 休门期间 张凯真重新调整步调 连闯三关请进到了会内赛 今晚所能遭到淘汰 郭张凯真表示 自己已经渐渐找回比赛的感觉 也会接下来备在美网存机更多的能量 因为当温网回来的时候有先休息一下 然后让自己就是身心后到休息这样 对 我觉得心态我目前应该已经调到很好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心态你只要保持一个很开心的 很快乐的心情去打每一场球 其实你都不会觉得疲劳啊 或者是会frustrate这样子 克服心魔力争上游 网球精灵张凯真重新找回自我 也期许下半年能够交出一张亮眼的成绩单 回来提醒我黄英老王的新台北财报报道 好 看过